大家好 這影片是要介紹如何去使用ES3的資料交換錶功能 資料交換錶有分為Ethernet以及串列通訊符的部分 在這個圖片中表現的是哪一台321S3以及26S1做資料交換 在通訊連線上面將兩台機器的Ethernet以及RS485互接 然後在USB port可以連接到電腦做一個程式上下載以及監控 那所以這是在硬體上面的連接 好那接下來開始進行軟體操作的部分 首先先打開ISPsoft軟體 然後我們新增一個專案 那機種這邊選擇DBP 那這邊選擇ES3 按下OK 我們先確定一下通訊設定 那這個是我剛剛已經建立好的ES3的連線設定 它是USB com5 這邊選擇USB virtual com 好確定好連線設定之後 我們可以先讀取一下PoE資訊 那這樣就是有通訊上 那接下來我們先新增一個空的程式 好但是我們建立資料交換表並不需要寫到任何程式 我們需要的是打開Hawai Config這個界面 我們雙擊兩下打開Hawai Config 打開之後我們按下這個參數設定這個按鈕 那在這邊由於是要使用Com1以及Ethernet的資料交換表 所以我這邊會在這兩個表做一個設定 首先在Com1這邊的資料交換表 我先建立一條連線 好的 那首先先Enable起來 好在這邊就是對方設備的帳號 以及對方的機種 那由於我是跟SE連 所以就選SE 那這邊選擇D0 開始 放回來到ES3的D0 那讀取比數我選4個Word 那 從這邊ES3的D0 我再寫回去 到SE的D100 然後一樣也是4個Word 那這Enable有打勾 就是代表你會去做連線 那這邊有三個模式 可以啟動資料交換表 第一個是由程式去啟動 第二個是當PLC Run的時候去啟動 第三個是不管PLC Run或Stop的時候都會啟動 那我先選擇總式啟動 那接下來在Ethernet資料交換表的地方 也是一樣 我們這邊選擇 OS啟動 然後這邊再新增一條連線 那一樣把這個這條連線Enable起來 好這邊Key對方的帳號 以及對方的IP 這邊是0.1.5 那我一樣是SE 那從SE的D200開始 放回來到ES3的D200 那一樣是4個Word 那從ES3的D200 寫資料到SE的D300 那一樣是4個Word 好設定好之後按一下OK 好最後再檢查一下設定 有啟動 而且這個MOD也選好了 有啟動 這個MOD也選好了 模式都選好了 按下OK 設好之後要記得幫把這些設定 下載到ES3裡面 好這邊下載完畢 接下來再回到ISPsoft 那我們可以直接先新增一個裝置監控表 好這邊用滑鼠點兩下 好這邊用滑鼠點兩下 ES3這邊DD0 4個Word 還有D D200 4個Word 好這邊是HP2 等下我们可以来看一下 资料交换表的交换状况 好首先我设定 S1这边的D0 按下滑鼠右键 这边选择改变现在值 好先打1234 OK 这边ES3还没有进入线上模式 好的这边可以看到 D0也是1234 就是从12SE读回来 放到ES3的D0 然后呢 还有设定从ES3的D0 写值到SE的D100 所以也可以看得到 SE的D100 同步变成1234 那这样就有完成 COM1的资料交换 那接下来换Ethernet的通道 Ethernet通道是设定 D200 D200 那这样按5678 12SE的D200 放到 ES3的D200的位置 然后再从 ES3的D200 D300 的内容 写到SE的D300 5678 所以可以看得到 D200跟D300 内容是一样 那这样就完成了 那个序列通讯副 以及 Ethernet通讯副的 资料交换表 功能 那我的演示到此告一段落 谢谢大家收看